我們今天來簽一台2021年出廠 2022年式的MINI COOPER 讓我們看一下後箱的部分 非常的小 還不錯啦 以它這個車的大小來說 你蠻會講話的 你 幫我給你介紹一下 您有車想賣卻找不到理想且迅速的報價嗎 找我 金帝國際Aaron 車款快速到帳 7天之內保證過戶 買賣流程透明 一切讓你安心 小英哥今天我們去客家館收車嗎 欸 你內行 今天來拍一個全新的企劃 帶你去兒童樂園玩一整個早上 太棒了 我們今天來簽一台2021年出廠 2022年式的MINI COOPER 它是五門的 這一台呢 它是算二次小改款的車型 全新的車頭 全新的內裝 好不好 好問題 我忘記叫什麼引擎 很確定的是它是目前最新款的 它的車頭啊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內裝配置 它都是全新 客人已經在等我們了 走吧 OK 搞定 謝謝 那我們上去寫一下那個合約書 好 OK 好 這邊的話我們合約書一樣就是有備注 如果有重大事故 泡水調標 板件更新 然後車架另一 所以按這個車 因為開到現在都沒有所謂的事故 或什麼 OK 好 感謝你的歌愛 謝謝 以後一定會有機會的 對 還有你的奇葩 這台MINI呢 我們終於簽到了 這個呢 算是二次小改款的車型 新車當時候的售價是149萬 原廠呢 有一個所謂的強制選配 大概10萬零五千 它總共有四樣配備 總價是來到159萬五 像這個客戶 它其實賣了我們滿多台車子 認識了兩三年的時間 它非常顧車的一個人 包含像這台車 它才 剛包含沒多久就是要賣 這個客戶啊 每次在買車之前 就是我都會先問過 我說 欸 這個車 你覺得能不能買 如果你覺得可以買的話 我就去買 包含它當時候買在MINI 99278的車款 然後它都很會就是跟我討論一下 這個車 因為它軸距短 好處就是我過彎過的真的還滿輕鬆的 方向盤轉一點就過了 然後它整個底盤的紮實度 其實我覺得滿好的 就是如果我們以這個等級級距的車子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還不錯 它的避震器其實算便宜耶 但是它相對它的過彎 我是覺得非常的舒服 今天沒有風和日曆 今天飄著毛毛雨 我們來介紹這台 22年式的MINI Cooper 五門的版本 那二次小改款的車型呢 它有幾個滿大的重點 包含它的車頭 保險桿的部分 甜甜圈式的日行燈 車側的地方搭配了黑色的輪框 輪胎目前是16吋的 配我們貝耐力的輪胎 黑色車頂 黑色的後照鏡 各位有看到這個國旗燈吧 這個就是原廠標配的 它的下導流也是目前最新款的 讓我看一下後箱的部分 非常的小 還不錯啦 以它這個車的大小來說 你滿會講話的 你 幫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這樣目測 放個兩個登機箱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它下面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其實不錯啦 OK 然後椅子一樣 它都可以傾倒 百來萬的預算好入手 然後你買到一個德系品牌 MINI這個品牌 它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不管今天買二手車 還是說買新車 它的保值程度都相對來的高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內裝的部分 我身高180 坐起來其實空間還滿充足的 當時候它的新車定價是149萬 但是它有105千的強制全配 它總共有四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數位式儀表板 中控螢幕 那這個中控螢幕的話 它就有多了即時路況系統 衛星導航跟Apple CarPlay 中控的地方呢 喔 還有一杯星巴克 只有一杯喔 嘿嘿嘿 你的暗示什麼 它中控呢 它就是保有它從2012年吧 開始它的傳統樣式 每一個按鈕都是用這種 有點像飛機撥桿嘛 它就是保有它的經典的這個樣式 中間的螢幕呢 是一樣一大全 像它的包含Countryman 它的設計也都是這樣子 特別介紹一下它的新式的方向盤 多媒體功能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操作 它的整個真皮包覆 按鈕的地方 質感其實在做升級 我覺得這個車小改款 算改得滿有誠意的 椅子的部分呢 它是全手動的 它沒有電動座椅 講得好聽 輕量化 就是輕量化 講得不好聽就是 連電動也都不給喔 但是我覺得 今天我們花了150、60萬的預算 其實買到這個車子 我覺得主要是 買它的一個外型 跟它的一個安全性 超控制 超控制 對然後還有Coopers 它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車款 這一台2021年出廠 22年式的Mini Cooper 我們目前的售價是119萬吧 那實車呢都在我們的現場 車子呢也經過第三方的認證 那車況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不用擔心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跟加入我的LINE 或是加入我的IG 目前其實我們車輛數 說真的還滿缺的 過年前後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缺車潮 因為過年前大家有出遊的一些 需求啊等等之類的 有要顧車的朋友 歡迎加入我們公司的LINE 那我們有專人為您服務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掰掰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